花林新议会新建文化局图书馆专案会议 17号下午在新议会召开 召集人杨华美她邀请了文化局建设处 教育处还有市民们一起讨论未来规划事宜 而杨卉文议员她表示说 由于市民不了解文化局图书馆未来方向 透过会议可以让大家来讲讲他们的想法 作为未来规划蓝图的方向 花林新议会新建文化局图书馆专案会议 17号下午在花林新议会三楼会议室召开 专案召集人杨华美先延徐子方 吴建志张美慧李正文田云新蔡一静 同时也邀请文化局建设处 教育处以及花林市民共同来听取文化局的规划 经过一个小时的说明之后 在场市民们对文化局规划内容是相当的不完整 就是真的要了解那里面的特色是什么 你不是只拿一个就是什么石雕 还是拿什么可以看得到台北洋这种噱头去 去去去去弃弄光太什么 我今天读书读累了 我就走到你来广场去看看太平洋 大家说你不管使不使用图书馆 你都可以到你来广场 为什么你要牺牲你来广场 然后在图书馆里面 弄一个大阳台大露台搞成说 我可以读完读书 读书累了走出去在那边 我走到你来广场就好了 你不必牺牲建筑物的空间去搞那个东西 如果原子重建只是因为会拉长公旗 然后就不原子重建 我不能接收 你破坏整个文化中心这边的美感 我请问办了三场里长说明会 那些里长是不是竹竹馆的使用者 文化中心文化局局长很抱歉 你怎么没有顾虑到我们使用者 我们才是真的知道我们要什么 还有请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终究盖的是图书馆 不是艺文中心 化中的窗帘之类的 那就是破坏了整个建筑物 就是它原本要建玻璃的那种用途 所以我觉得玻璃其实有点蛮没有必要的 而且像如果说假日去读书的话 其实它是会影响我们 然后读书的那个读书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局长提出非常多的图书馆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 我们去看看他们在这个图书馆的设计空间当中 这个图书馆它用的绝对就是在图书的空间 而不是拿来做有一些展演啦 甚至于是厂商的进驻啦 我们也可以看到厂商进驻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德行小巨蛋 小巨蛋的一楼就有非常多的空间 因为过去是规划成所谓的厂商进驻的位置 现在呢不也都是铁门拉下来 然后里面储藏的是体育厂的一些器材 其实在使用上过去文化局常常会有开放空间 在举行一些大型重要的文化典礼 那文化或是活动的一些典礼 那它会影响到民众的使用 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新的空间上需要考量 就是说我们既然有地下一楼 然后地上三层楼这个规划 那我们是不是不要那么可惜 只有二楼是所谓的这种可能比较安静的 适合阅读的空间 赵金人文化表示 希望文化局能够符合名义来做好规划的工作 我觉得真正的图书馆要回到阅读的本身 远回到使用者本身 然后符合到他们的需求 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大家愿意来使用 然后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空间 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虚滑的 比如说像台北的那种建筑 因为我们花莲得天独化就是 我们走出户外就可以接近自然 文化局长姚云淳表示 这只是初复的讲法 还是要听取市民员的建言来进行修正 未来我们规划的阅读区 而且是可以阅读到图书馆关门以后 你还是可以再晚一点 我们独立的空间有1200个读书空位 所以各位学子我们不用担心 这个我们当然还可以再规划更多 新疆文化局图书馆预定地 将在宁兰广场大草皮上 文化局也将在8月24号召开公订会 来说明未来规划的蓝图 同时也会再一次听取地方的建言 希望透过双方的讨论 共同来复发出新的图书馆 记得终于环石不到